一维克的C型你们看够了 今天给你们上一道新菜 有多新从内到外 都不一样 由福特T8底盘打造的海豚系列 C型房车C20 全顺T8也就是大家一直在说的V363 2.3T的排量 8AT的财富自动变速箱 双面大屏支持引音控制 一键启动 电子手刹 电子助力方向盘 以前房车底盘没有的配置它都有了 第二型就是内饰型 一样的纵窗布局 L型沙发卡座 前后两张床 室内吧台和独立卫生间 做了雪花纹的打工软包 明亮氛围灯光 原木色板材 尤其是这弧度型的柜门 海豚C20的装修就跟 五星级大体电影一样精致 配置这一块也做了新升级 你们一直想要的48V系统 给你标配了 一小时充电三到四度 不是梦 五千亿变气车里用电 更自如 开钩了伊威科 要不要拿你的来跟我治欢 天气越来越冷了 看到没有 咱们好多客户问 咱们这个半厂棚的车子 是不是 这个保暖性不好 咱们就是工厂这边 都给大家配送的 有这个全封闭的一个雨帘 看到没有 这个都是带有双头拉索 里外都是可以进行这样去拉 而且收纳方便 如果说平时不用的话 这样可以把它试 可以去卷上去的 这个中间都是带有这个魔术粘的 到时候这样一粘 就可以收纳起来 使用方便 如果说赶上下雨 刮风是吧 冬天出行了 咱们就这样 直接把它给落下来就可以 底下都是有这个挂钩 去固定这个车子的 这边地区都是给咱这样整车发货 到了家之后 只要需要连接一些电源 车子就可以启动 车子是有三重插车 看到没有 左边是有一个手 带有刹车卡扣 下边还有一个脚刹 旁边还有一个助手 防止溜坡的 不知道怎么去选车子 可以选择咱们这小巴士 代步车 它这个扶手是可抬可落的 这个车型是前后双排座 可以乘坐三个人 这个后边可以乘坐两个 成年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车型 这个车子 这个电池舱是在前座椅下边 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60伏20安的 续航是40公里左右 还有60伏32安的 续航是60公里左右 如果说咱一组电池不用 可以在后座椅下边 还可以再加大一组电池 这样两组电池 续航是120公里 这个外卖车 这个是一个不倒翁 看到没有 这样也不会倒 往这边呢 它也不会倒 不用担心咱们车子会翻车之类的 这个车子速度 因为咱们外卖考虑的是一个速度 这个车的速度是一个 10到60板的一个速度 就是这个车子速度多大 车子上温度 就要注意这种车子 继续航的车子 这个车子会翻车之类的